现在整个满满的都是陀伐 已经看不过去了 通通满了 所以这个塔是有灵性的 这个舌粒子 这个陀伐 也是有灵性的 是灵物 这个是属于灵物 你们的陀伐会不会生 我说不知道 剪下来放着 试看看会不会生 诶 时针的头发会长 它会长长 还会生出一大堆出来 这样子 我是很希望说 我不但是头发会生 我的牙齿也会生 当我把那个老旧的牙 当我老的时候 这个旧的牙给它拿掉 再长出新的牙 再长出新牙出来 那就好了 哇 我的牙齿真的是美 对不对 我希望啊 我现在是近视 那么将来老的时候是老花 那么是掩饰 掩饰到了老的时候 又调回近视 跟这个调回一点点的话 就变成刚刚好 刚刚好 也不近视 也不远视 又恢复年轻的时候的眼睛 我希望啊 把我现在这一层皮统统脱掉 然后再长出新皮 这个baby face 那个baby的那一种皮 又长出来 又没有皱纹 再看两边 又没有皱纹 我希望啊 我的希望太多了 我希望我把我身体的心肝 鼻慧肾 这些五脏啊 这些身体的所有器官 我看了一本书啊 那本书讲说 人过二十五岁以后 所有器官都会走向退化 而且衰老的 二十五岁以后啊 他就会退化 就会衰老啊 我也希望我跟我的头发一样 他们把旧的那一层通通拿掉 通通脱下来 然后再放上新的心脏 就可以跳得很强 很有力 然后把自己的慧啊 又换 肾 肝 鼻 慧 通通都换 全部换成新的 皮肤也换 血管也换 唯 维系管也换 统统都换 我重新再生出一个新的路声音 这样我就好了 这样你们老的时候 我都看你们 哎呀 你们好老 我好年轻哦 哇 太棒了 我希望这个样子 不只是托华会长 我是希望我全身所有的器官 全部都能长出新的 那么旧的 慢慢的 慢慢的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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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层皮 一个 就是一个小东西 然后就丢掉 全部都换新的 那个时候我就长生不老 我可以教你们下一代的弟子 下下一代的弟子 我都可以积极在说法 那就好 不只是托华会长 全身东西都要会长 都要 而且通通犯新 不只是给他大整修而已 全部犯新 全部犯新的 一个新的生命 希望是这个样子 还有他这边念诵时量 是上午应修一时 初夜后夜各修半时 日中或修半时 或三分或四分 或列念诵 昼日念诵者夜作附谋 夜间念诵者奏作附谋 念诵中了若作附谋 罪为第一 他意思说念诵完的时候 去做附谋最好 那么念诵的数量 如苏西第一经说 十五字以下 应随字多少 颂而喜若差 也就是十万 念十万遍 若字三十二 应诵三若差 日若多以比 当先诵一万 不如一步 随见属多少也 这里面 也有谈到这个 主要的咒 跟见属咒 主咒 你主要念的这些真言 跟见属的真言 好像我们念 南无药师琉璃光王佛的真言 那么他的见属 有日光菩萨 夜光菩萨 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就是念完主要的咒语以后 再念一点见属的咒语 好像念阿弥陀佛 他还有大势智菩萨 还有观世音菩萨 是他的见属 就要 见属是多少随意 多少你自己规定一个数目 就是比较随意的 那么诅咒要念多少遍 他是有规定 好像是 好像是 咒的日数 少一点 你要念多 咒的日数 多的话 你要念 可以念少一点 他这个意思 这个念诵的数量 是这样子 念诵的十量 十量就是在 哪一个时间念 应该多少 他念的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只是他 以免以前修行的一个习惯 一个习惯而已 好 今天就跟大家 谈到这里 Omari Ben-Mihom 谢谢 谢谢